老傅 这次积极受灾的情况 比我预想的要严重的多 粮食状况 基础建设 还有生活条件的薄弱 让我这心里很难过 不过同志们 火一样的热情 昂扬的斗志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又让我非常感动 这是我们的事业 能够取得成功的真正即使 老房 您看到的 就是这支队伍的真正面貌 同志们再苦再难 对国气也不会散的 对于基地的基础建设 中央会继续加大投入 针对抗阵防阵的需求 也会做更多的工作 至于粮食嘛 我们努力 继续筹措 老钟老夫啊 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 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 党中央发展原子弹事业的决心 是绝不会改变的 是 感谢领导的支持 带我向总理问好 问周总理好 对了 这是我上飞机之前啊 总理送给了我一个苹果 没舍得吃 带到这儿来了 老夫是军人 不给他了 你们这些科学家呢 劳心费力得很辛苦 得补补身子 你就代表大家把它吃了吧 谢谢将军 我一定把总理这个关怀 传递给每一个人 那 那你的意思是还要给大家分一分啊 那当然啊 老夫 我们整个基地就这么一个苹果 是不是上甘岭了吧 这都是大科学家 他们肯定能找出一个好的办法 把它分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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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